凤林镇凤里社区发展协会13号的上午 在凤林镇课文馆烟楼举办了成果发表 40位的社区长者在志工的带领下 以嘹亮的歌声展现出了社区关怀据点 平常带着长者学习的课程 也让关怀据点的长者在社交上 以及减缓失智的心理状态 获得良好的评价 在具有历史价值的客家烟楼当中 每一位年长者与志工一起运动着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 今天的成果展能够看出社区长者 在关怀据点上 从社交以及生活的充实 充分发挥了关怀据点 在照顾长者的功能 倒麻吉活动是促进老人家 他们身心的胸动一样 给他们有动动脑的机会 才不会有老人失态症这些方法 我们要促进我们社区 发展协会的发展 代表会主席夫人何璀珍 在活动中融入社区长者的活动 他也深深地感受到年长者 在退休生活上 心灵是需要被满足的 而志工的照顾更是重要 在我们有12个里 我们总共有10个健康站 我们重点就是预防我们的老大人们 老师能师智 所以说我们安排了很多精心的课程 然后给长者他们律动 还有我们首座的劳作 那主要就是希望他们走出家庭 然后到外面来跟大家互动 免得有一些空虚 那重点也是让在外面的游子 可以安心 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表示 在花莲县卫生局以及凤林郑公所的预算支持之下 郑公所所提供的舒适空间 让长者能够获得更良好的照顾 这也能够让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获得安心 从7月开始执行到现在 整整12周了 除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者的前侧 前侧他的体能 然后今天等一下会做后侧 然后看他们是不是有进步 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们国建署 还有我们的花莲卫生局 给我们的一个指导的方针 我想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下去 然后让我们的长者可以更健康更快乐 40位的社区长者一周两次的聚会 虽然时间短暂 也让他们满足于走出户外 融入人群的生活当中 更期盼有更多的活动让他们参与 才不会过着单调的生活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